曾在警察部队服务的副总理王瑞杰 就这项动议发言时 肯定前线警员的付出和贡献 他说我国能维持低犯罪率 一大要素是警察部队采用全方位策略 来维护社会治安 王瑞杰表示 为确保脆弱群体获得保护 警方也同各部门 尤其是建屋发展局携手合作 改善公共空间的设计